新北市徐姓男子 昨天在脸书发文指出 跨年夜那天我会在台北车站放置一枚炸弹 被铁路警察局火速以恐吓公众在弦颂办 未料今天下午一时时 又有名网友在PTT八卦版以 选一个捷运站炸掉为题 并在内闻血要炸掉哪一站 个人觉得是民权西路站啊 发文被备份后 该名网友再度发文道歉 但警方已经展开调查 警方指出 目前捷运近中山大同汉北市行大科真组 都已着手展开调查 会先跟PTT调阅该名网友资料 同时也加强战体内外安全 加强巡逻 该名网友发文指出 如果台北只有北截可以搭乘 要选一个捷运站炸掉 要炸掉哪一站啊 个人觉得是民权西路站啊 如果炸掉就直接报废两条 虽然网友随即删文 但其他人不断被分此文 还有人留言已线上报案 该名网友发现一发不可收拾 又再度回文我誓言 他刚刚发了一篇引起怀疑的文章 在此跟大家道歉 且没任何恶意 为自己幼稚行为道歉 搭车返箱太无聊 还写道我会接受一切的调查 网友随即道歉 但人被炮轰 记者李承鄞翻社 分享 网友发文后随即删文 但人被备份 记者李承鄞翻社 分享